哈囉大家好 我是佳君 大家好我是麗珊 這次呢我們為了我們現場台灣20年的大戲 少年關公醬肉 特別來到了玄門山來出外景 那大家一定對我們這個戲非常的期待 我們先請珊珊介紹一下她11面的角色喔 好的 我在少年關公醬肉裡面呢 飾演的是胡悅這個角色 那一開始呢我一直以為是 編曲是杜撞胡悅這個角色 但是後來我算好Google一下 官夫人真的叫胡悅嗎 就叫做胡悅 OK你看過她的本質呢 胡悅這個角色呢她懂一些藝術啊 然後就會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到處去行善這樣子 我在這次的戲裡面呢我演的是劉備轉世 但是劉備轉世之後變成女的 是女漢子 對而且佳君這次也為了戲 這不是假髮喔 對 所以可以動 對 我在戲說這幾年來比較少 嗯幾乎沒有嘗試過這樣的角色 嗯 大部分早期可能是被欺負啊 或者是比較辛辣的欺負一樣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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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 烏門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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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是我近三立十年來第一次剪的短髮 那為了剪這個角色呢也做出了特別的突破 非常有降落的感覺 哈哈哈哈 各位觀眾希望知道我們有什麼突破 什麼精彩的劇情 一定要記得 每個禮拜一跟拜五 啊不是 7點半 開手法 少年關公 降落 到時候見